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較早前 美國當局要求所有香港製造的商品 必須要在產地來源標籤的樹貼上中國製造 這項新規定 惹來特區政府的強烈不滿 今天下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話 他說要經過世貿組織的框架向美國進行投訴 實情我就告訴大家 特區政府向世貿投訴美國這個行為 是注定徒勞無功的 為什麼呢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了到底邱騰華局長是怎麼說的 這個邱騰華局長就說 美方在過去六個禮拜以來的反應 就令人失望 香港是有必要地向美方採取進一步行動 而根據世貿組織的機制 美方是需要在特區政府提出初傷之後的10天之內 作出回應 而且又要在30天之內 和香港進行初傷 而特區駐世貿常設代表 已經向美國駐世貿的代表發出了通知 就是要求美方 就著這個所謂中國製造標籤的新規定 進行初傷 好了初傷未必能夠得到一個解決辦法 如果香港和美國雙方 未能夠在60天之內透過初傷解決問題 特區政府有權 也會要求世貿組織設立專家小組 審議有關的爭端 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何特區政府向世貿組織投訴美國 註定會徒勞無功 當然特區政府絕對是有權要求世貿 設立一個專家小組 審議這個爭議 我估計到最後 通過初傷都解決不了 美國政府肯定不會就此罷休 就此妥協 如果特區政府真的要就這項貿易爭議 入品 要求世貿組織審查的時候 究竟國際貿易糾紛的仲裁流程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有一個世貿組織的成員 即是特區政府 就著一個貿易糾紛來入品 好了第二步就是世貿組織成立一個專家小組 即是特區政府說 如果談不完的話 都會要求世貿組織這樣做 這個就是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這個專家小組 發佈一份專家報告 提供一個初步的裁決 注意這個是初步的裁決 特區政府絕對是有機會在這一次初步裁決當中 取勝 為什麼我說 你們注定徒勞無功呢 因為一入到第四步的時候 就是敗訴的一方是有權提出上訴的 現在姑且當著 在這個初步裁決當中特區政府會贏 美國政府會輸 這樣才算 美國政府肯定是會提出上訴 不會坐在這裡任你砌 好了 一旦提出上訴的時候就會卡住在這一步 就是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就會覆審 這個審議才是最終的裁決 才會有法律效力 若然美國要向上訴機構提出覆審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現在根本上這個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 只有一個法官 本來他預設有七名法官 但是就算不夠七名法官也好 按照機制的規定 如果上訴機構是要開庭審訊的話 最低的法定人數都要有三位法官 好了你現在只剩下一個法官 根本上就沒辦法履行得到上訴機構的職責 所以就算判了你特區政府 初步裁決是勝出也好 只要美國政府 他正式地向這個上訴機構提出上訴 根本上 這一宗貿易糾紛就會無了期地放在上訴機構 是處理不了 而且還要排期的 好了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 他委任多些法官進去 履行職責就可以了 但是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是怎樣 只要有其中一個世貿的成員國 他否決 那個法官的人選的話根本上都是委任不了的 特朗普正正就是利用這一項的機制 來到了 你逢親你提名哪一個法官都好 他都否決你的 他都說不同意你的 於是乎根本上你那個上訴機構 一直都不夠法官 你一直不夠法官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同於將你整個世貿組織的 國際貿易糾紛仲裁流程 是癱瘓了 是架空了 根本上就 發揮不了他應有的作用 所以你特區政府就算在初步裁決當中 那個專家小組 是說你適合都好 只要美國提出上訴 你也是有時間等的 這個就解釋了為什麼我說 特區政府是注定徒勞無功的 給你厲害了 給你走去投訴也沒用 投訴成功也沒用 接著就再講講這個世貿組織 現在就有一個爭議了 什麼爭議呢 就是關於那個 世貿總幹事 那個人選任命的問題 世貿組織的輪選委員會 其實就已經是同意了 要決定推薦 這個尼日利亞的前財政部長 現年66歲的伊偉阿拉 是接任世貿組織總幹事 輪選委員會就說 已經是得到 其中163個成員國贊成 唯獨是 只有一票反對 這一票又是美國 其實按照世貿組織現行的運作機制究竟是怎樣的 164個成員國當中 只要有其中一個成員國對於某一項的決策表示反對的話 整項的決策就不能夠被通過了 那麼有什麼後續的跟進機制呢 萬一出現這一種的一票反對情況呢 就需要通過一個叫做大多數表決的機制 到時就需要四分之三的成員國贊成 才可以執行這一項的決策 但是呢 一般來說 世貿組織就是 無非求財 不是求棄的 所以在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都甚少來採用這一種一票否決的方法 來拖延某一項決策的推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他其實長期以來對於世貿組織 都是非常之不滿的 他也不單止是對世貿組織不滿 其實在聯合國底下 有十幾個的組織 比如說世衛組織和教科民組織 美國就已經是退出了 但是特朗普就沒有退出到世貿組織 當中又是隱含著他的心意 無論是世衛組織也好 或者是教科民組織也好 他們的運作機制上就沒有所謂一票否決 故此 美國的一票就跟其他任何的國家都是等值 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朗普覺得留在這個組織裡面根本上 就不能夠公平地讓美國發揮正常適當影響力的時候 他就索性退出 有鬼用嗎 糾言殘喘也沒有用 問題就是現在在這個世貿組織裡面 有這個一票否決 就是說他在這個世貿組織的框架裡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空間來進行回旋的 甚至乎是可以 通過這些非常手段 來加空或者是癱瘓了整個機制 所以特朗普就沒有退出到世貿組織 一直以來他都覺得這個世貿組織對於中國是很偏袒 比如說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 他入世的時候其實就作出了很多承諾 特朗普就很關注 到底來到今時今日 中國是兌現了多少當年的入世承諾 而且特朗普經常都強調一件事就是要求中國要開放互聯網市場等等 中國當然就是做不到他所要求的事 所以特朗普經常覺得這個世貿組織 根本上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又不推出 就通過這些非常手段來廢了世貿組織的武功 廢了部分 現在世貿組織說要找一個新的總幹事人選 美國就說反對伊偉阿拉 支持誰呢 支持來自韓國的余明熙 當然這個只有他一個支持 我相信其實就是做不到總幹事 美國唯一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在這個框架裏面 盡量拖延這個 來自尼日利亞的伊偉阿拉做總幹事 看看美國拖延到多久 這個伊偉阿拉 為什麼會美國方面認為他是親中呢 因為尼日利亞就曾經是支持這個一帶一路的倡議 而且中國和尼日利亞之間的經貿合作又非常之緊密 美國方面有這個擔心也不奇怪 比如說這個世衛組織 找個譚德塞上去 已經是經常被人說譚德塞就是 中國的代言人 現在世貿組織又說 整這件伊偉阿拉上去 特朗普就肯定是不喜歡的 當然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也很影響到這個世貿組織的運作 如果真是不幸地由拜登上台的話 他第一就不會阻撓 這個世貿的上訴機構的法官的任命人選 第二又不會阻撓這個世貿總幹事的任命人選 因為拜登一美就說要通過這些國際的合作機制來解決糾紛和問題 但是如果是解決得到的話 特朗普就不需要扭盡六任 想盡這些非常手段來玩東西 是不是 你解決得到嗎 不過不是的 民主黨和拜登那邊認為可以通過這些框架解決得到問題 如果是由特朗普連任的話 這個世貿組織恐怕都要死敢半決多四年的時間 好了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